在联想十九分之十八财年第四季度财报会议上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隐约谈到了近期的华为事件 杨元庆表示依然相信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 一家公司没必要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联想并不打算做操作系统和芯片 会做好自己的角色与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合作 为用户提供最好的产品 杨元庆还表示联想是一家源自中国的跨国公司 从未有过安全问题 一直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同时也是一家非常透明的多元化的跨国公司 不认为有被针对的理由 在接受采访时杨元庆表示 华为一直是个人电脑的重要客户 联想将在尊重各地法律的前提下 和所有客户保持业务关系 这其中包括华为 财报显示 联想第四季度营业额连续第七个季度 实现年比年增长 达790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达10.1% 全年营业额创历史新高 首次突破500亿美元 达510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3422亿元 年比年增长12.5% 杨元庆还表示 联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公司 源自中国 大本营一直都在中国 我们要更重视中国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去年创造了营业额更高 希望今年创造历史最好的盈利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